北京时间2022年2月5日,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学员李佳格,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宣布自己顺利生下二胎,并且称二胎是男孩,这也满足了他女儿双全的心愿。 李佳格与周深都是2014年参加的第三季中国好声音,并且都在纳英战队,周深只不战队16强,全国64强,李佳格获得战队4强,全国16强,但两人在节目结束后的发展完全不同,周深目前是这档节目走出的最火学员,而李佳格节目结束便没有了动态。 虽然李佳格没有通过这档节目进入娱乐圈,被更多人认识,但他却是人生名家,他在参加节目后,认识了爱奇艺著名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的导演车车,两人在2018年11月6日结婚,实际上李佳格的老公车车只比他大六岁,虽然前不久他宣布辞职离开爱奇艺,不过他早已走到了爱奇艺副总裁位置, 也工作室打造出了很多火爆综艺,网爆他身价早已过亿,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富豪。 而在李佳格生孩子期间,富豪老公全程陪产,两人感情也一直很好,李佳格在生产前去医院时,就特意晒出和自己老公的合照。 从生完孩子的照片来看,李佳格十分虚弱,他躺在病床上眼睛紧闭,肤色苍白嘴唇无血色,而还有一张抱孩子的照片,与刚生产完后的照片完全不同。 不仅神采奕奕,而且从面目表情可以看出十分开心,还对镜头嘟嘴卖萌,仿佛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姑娘一般,画面温馨美好。